我当初进黑白学宫学习 就是为了要杀光雪山族人 杀光所有济世的敌人 我只知道我想变强 用什么方法我不在乎 黑白学宫 我不应该待在这儿 我先走了 道不同意 不想为我 你们不用赶我 我早就想走 告辞 金东哥 你 都不想去 没事吧 今日我就为学宫清理门户 住手 长青 长青师弟 你一损了他的修为 就随他去吧 师兄 不如 你我过上十招 若是你能过得了我 便有资格加入这论道馆 只要跟你过十招 就能加入论道馆吧 你放心 你我只是点到为止 现在 就放人了 你赶紧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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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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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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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继兄的功法 果然了得啊 给你这样的功法 在黑白薛宫也是一等一的高手 不过你若是愿意加入这论道馆 每场至少可以得到一万黑白单 据我所知 继世之前从未出过大能力者 你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修为 若是加以训练的话 日后成就不可限量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我愿意与你成为朋友 你愿意上场论道 我们这里可是高手如云 要是你每天跟他们都过招论道的话 想必你的功法 一定会大有机会 对不起 更何况 你还可以在这里展现自己的才能 好 我答应你们 对不起 それはzel专门 都见过 Score 挑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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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日我论道馆来了一位新人 要向连胜六场的苍巫舅发起挑战 你们想不想看 想 那我们就事不以待吧 好 苍巫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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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你自己了 苍巫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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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废话 打吧 苍巫舅 苍巫舅 它到底浪费 济农的身手和潜能 都是上上之血 只要稍加训练 一定会成为无尖门的中间领患 我会把他收入门下 从此以后 唯我所用 可是 既然他是种子 为何不杀了他 神王不是要除掉种子吗 不该知道的 你们最好不要打听 还有 你们给我记住 他可能是种子之事 不要和任何人说起 是 你呀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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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 天 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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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é 呀 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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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加油 打死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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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 打死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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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 打死他 打死他 加油 打死他 打死他 本论道馆新一届的高手 出现了 打死他 打死他 打死他